水里往西里去玩一圈 我们来到水里 经过水里的东山桥 然后我们听到的是 桥下长长的那个清脆的那个水流声 然后西北上有一个很完整的洗衣室 我们一到头就可以看到婆婆妈 编着那个裤管然后坐在那边 搓搓揉揉的然后悄悄打打的 在那边洗衣服 他们真的很辛苦 不过我们看的很有趣 就好像一股美丽的古画一样 再来我们听到的是 水里的人情声 因为水里每个人 会有一颗亲切善良的心 现在大家要带大家到上岸 走上步道上雀桥 然后雀桥是连接上岸两岸的美丽吊桥 它分南岸跟北岸 往得走经过雀桥 然后站在桥中听那流水声 小两个啾啾啾的叫声 微风轻轻的吹过来 是舒服自在又美妙的 谢谢 然后我们望远看去 上面有一间庙 请问同学那叫什么庙 知道的请回答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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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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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已经有四十五年的时间了 在美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有一位王明翔的先生 来庙里拜拜 然后他发现全天上帝身上缠着什么东西呢 同学知道吗 舌 哼 又对啊 要对了 每个人好厉害 带一份精美的奖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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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脚步的衣服